成功人是99个领导细节,第二十二课,聆听员工的心声。 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梅奥提出,凡是公司中有对工作发牢骚的人,那家公司或老板一定比没有这种人或有这种人,而他们却把牢骚埋在肚子里的公司或老板要成功得多。 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系为此曾组织过一次有价值的实验。 实验的具体做法就是专家们找工人个别谈话,而且规定在谈话过程中,专家要耐心倾听工人们对厂方的各种意见和不满,并做详细记录。 与此同时,专家对工人的不满意见不准反驳和训斥。 这一实验研究的周期是两年。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,研究人员前前后后与工人谈话的总数达到了两万余人次。 结果他们发现,这两年以来,工厂的产量大幅度提高了。 经过研究,他们给出了原因。 在这家工厂,长期以来工人对它的各个方面就有诸多不满,但无处发泄。 谈话实验使他们的这些不满都发泄出来了,从而感到心情舒畅,所以工作干尽高涨。 在日本,很多企业都非常注重为员工提供发泄自己情绪的渠道。 松下公司就是如此。 在松下,所有分厂里都设有吸烟室,里面摆放着一个极像松下杏之柱本人的人体模型。 工人可以在这里用竹竿随意抽打它,以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。 等它打够了,停手了,喇叭里会自动响起松下杏之柱的声音。 这是他本人给工人写的诗句,这不是幻觉。 我们生在一个国家,心心相通,手挽着手。 我们可以一起去求得和平,让日本繁荣幸福。 干事情可以有分歧,但记住,日本人只有一个目标,即民族强盛,和睦。 从今天起,这绝不再是幻觉。 当然,这还不够。 松下说,厂主自己还得努力工作,要使每个职工感觉到,我们的厂主工作真辛苦,我们理应帮助他。 正是通过这种方式,使松下的员工自始至终都能保持高度的工作热情。 舒导是治理拥塞的根本。 人有各种各样的愿望,但真正能达成的却为数不多。 对那些未能实现的意愿和未能满足的情绪,千万不要压制。 而是要让他们发泄出来,这对人的身心发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都非常有利。 领导处理抱怨的13个原则。 作为一个上班族,谁都有心中不愉快的事,谁都会有抱怨。 以下是领导处理员工抱怨的13个原则。 1.不要忽视。 不要认为,如果你对出现的困境不加理睬,它就会自行消失。 不要认为,如果你对员工奉承几句,它就会忘掉不满,会过得快乐。 事情并非如此。 没有得到解决的不满,将在员工心中不断发热,直至废点。 他会向他的朋友和同事发牢骚,他们可能会赞同他。 这就是你遇到麻烦的时候,你忽视小问题,结果让他恶化成大问题。 2.机智老练。 不要对提建议,可能是好意的,对员工不加理睬。 这样,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了。 3.承认错误。 消除产生抱怨的条件,承认自己的错误,并做出道歉。 4.不要讥笑。 不要对抱怨置之一笑,这样下属可能会从抱怨转变为愤恨不平,使生气的员工变得怒不可遏。 5.严肃对待。 绝不能以那有什么的态度加以漠视。 即使你认为,没有理由抱怨,但员工认为有。 如果员工认为他是那样重要,应该引起你的注意,那么你就应该把他作为重要的问题去处理。 6.认真倾听。 认真的倾听员工的抱怨,不仅表明你尊重员工,而且还能使你有可能发现究竟是什么激怒了他。 例如,一位打字员可能抱怨他的打字机不好,而他真正的抱怨是档案员打扰了他,使他经常出错。 因此,要认真的听人家说些什么,要听弦外之音。 7.不要发躁。 当你心绪烦乱时,你会失去控制,无法清醒地思考。 8.你可能会轻率地做出反应。 因此,要保持镇静。 如果你觉得自己要发火了,就把谈话推迟一会儿。 8.掌握事实。 即使你可能感觉到要你迅速做出决定的压力, 你也要再对事实进行了充分调查之后再对抱怨做出答复。 要了解和掌握全部事实,再做出决定。 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完美的决定。 急着决定,事后会后悔。 记住,小小的抱怨加上你的匆忙决定可能变成大的冲突。 9.别兜圈子。 在你答复一项抱怨时,要触及问题的核心,要正面回答抱怨。 不要为了避免不一块儿绕过问题。 你的答复要具体而明确。 这样做,你的话的真意才不会被人误解。 10.解释原因。 无论你赞同员工与否,都要解释你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立场。 如果你不能解释,在你下达决定之前,最好再考虑考虑。 11.表示信任。 并非所有的回答都是对员工有利的。 回答事实,你不会遇到麻烦。 回答否时,就需要用你的管理技能,使员工能理解并且心情愉快地接受你的决定。 在你向他们解释过你的决定之后,你应该表示相信他们将会接受。 努力使他们搞清你所做那个决定的理由,使他们同意试一试。 12.不偏不倚。 掌握事实,掂量事实,然后做出不偏不倚的公正决定。 做出决定前要弄清楚员工的观点。 如果你对抱怨有了真正的了解,或许你就能够做出支持员工的决定。 在依据事实,需要改变自己的看法时,不要犹豫,不要讨价还价,要爽快。 13.敞开大门。 不要怕听抱怨。 小动不补,大动吃苦。 这句话用于说明在萌芽阶段就阻止抱怨是再恰当不过了。 要永远敞开大门,要让员工总能找到你。